再加顏色的部分 因為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輸出的時候的話 剛剛是輸出多重部分 ABCD到D 看起來 顏色變不明顯 因為它每一個都黑色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 A一個顏色 B一個顏色 C一個顏色 D一個顏色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輸出 比如說我就一個很常用的顏色 不要用太特殊顏色 A的話如果我要綠色的話 B的話要藍色 C的話呢 我用 黃色 D的話呢 我用紅色 假設啦 這樣看 當然不是很 很特別的顏色 但是很簡單 那我該如何做 另外還有一點 清除的話特別注意 如果我用之前的清除 你會發現 我現在如果在輸出 你會發現它清除的時候 只會清除裡面的資料 並不會清除原來的格式 所以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可能這個清除也要重寫了 因為它只會清除裡面的資料 那如果要格式的話 你要把它恢復 比如說恢復成字要變黑色嘛 所以這邊的話呢 假設我這邊 按清楚 它這個地方呢 它輸出呢 裡面的 顏色才會恢復 OK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那 如果你將來 不用那個 這個VBA寫的話 比如說這個地方 你要用其他的方式寫的話 裡面有個內建功能 叫設定格式化條件 也是一樣可以新增規則 可是問題 這個新增規則 有個缺點 就是說如果你每次有個 有個規則 你就要再新增 再新增 也就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不能夠 怎麼樣 不能夠 就是用程式的方式 自動產生 而是 你每次 就要用 突發煉鋼的 雖然已經很快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方法 倒也不是那麼方便 OK 所以我還是習慣 寫個程式吧 以後 程式寫完的話 全部都搞定了 這樣感覺是還 比較 比較快速啦 OK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如何輸出那個 層積多重格式 這個地方 那首先的話 這個層積多重 你會發現 多兩個字 多個格式 也就是說 特別的格式 A是綠色的 B是藍色的 C是黃的 D的話是紅的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規則 那做的方法的話 第一個 我們一樣先切到Visual Basic 然後呢 找到什麼呢 找到我先把它 先刪除好了 重來一遍 這個 這個也把它 這個 刪掉 OK 那我們直接拿什麼 拿 乘積多重這個來改就可以了 那因為多兩個字嘛 層積多重格式 所以我就拿這個 直接複製 貼到底下來 然後記得喔 Sub後面多兩個字要格式 其實沒有多很多啦 那就把這個 字給打上去 OK 輸入法 每次都自己跳 OK 這邊的話格式 好 就多兩個字 記得喔 你那個Sub名稱不能 一樣的喔 一樣 不能有兩個 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Sub 第二的話呢 我們輸出A的時候 同時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這個 剛剛是什麼 變成綠色 OK 那怎麼變綠色 特別注意喔 差別喔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呢 輸出A這個部分是一樣的 輸出A之後的話 我要在底下 把那個顏色 變更的話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喔 字的顏色變更的話 一一樣是這個Sales 然後呢 理論上應該這個刮弧 要把它一起放過來 不過喔 你如果這個刮弧一起放過來的話 會有個問題 你點下去喔 它後面不會提示啦 所以一般我習慣怎麼樣 我會先打Sales 然後點一下 如果我要設定它的字型的顏色的話 它其實有個屬性叫FORM 所以你打一個FORM FORM的話就是它的字型嘛 的顏色的話就點什麼 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點什麼 點Color 有沒有這邊就有了 其實它 蠻直覺的啦 OK就設定嘛 字型的顏色 OK FORM Color 等於 那後面特別注意喔 VBA裡面設定顏色喔 你一定要記得一個 函數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叫RGB RGB 應該知道RGB吧 對三原色嘛 紅綠藍嘛 刮弧之後的話呢 後面的話它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它說 你的 紅色要多少 因為我要綠色嘛 所以不要紅色 逗點 第二個問題啊 它會跳到這邊 Green 它 綠色要多少 最大是255 開到最大 255 逗點 藍色多少 0 有沒有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呢 A 請你幫我輸出的時候 只 把它 格式化成 輸出之後的話 幫我輸出成 綠色的 我們先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我把它往上一點點好了 因為這個 到時候這邊 我在這裡 往上一點 執行給各位看喔 糟糕 什麼問題 喔 因為我剛剛 瓜糊忘了 忘了假 所以如果你這樣怎麼辦 把它補回來 不過補回來 好像已經 已經改變不了事實了 改不回來怎麼辦 所以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 沒關係啦 鎖動一下 這邊把它全選 這個地方全選之後 常用把顏色 顏色在哪 字的顏色 把它改成 自動就好了 就恢復了 OK 當然如果你會寫程式的話 你自己把它改回來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 記得如果你假設忘了 所以我剛剛執行的時候 我忘了什麼 把這個刮糊 那為什麼 刮糊不先打 我剛剛講過啦 如果你打了刮糊之後 那個 這個 就會出不來 OK 那我們有個綠 這個是什麼 綠色對不對 那如果B的話 我希望是 B剛剛什麼也是 B我剛剛是 藍色嘛 藍色 因為藍色其實很簡單 在B的下面 怎麼樣 把這一行 複製下來 就不用重打了 那改一下 RGB 藍色應該多少 0 然後這個多少 0 這個多少 255 對 這樣OK了 藍色 試一下 執行 有沒有 A跟B有了 有沒有 A是綠色 B是藍色 那C的話呢 是 那個 黃色的話呢 黃色也把這一行 複製下來 那 黃色的話應該是 調色盤應該怎麼調 黃色 黃色 你想說黃色 黃色怎麼調呢 其實你如果不會很簡單 常用 這個喔 特別需要 其他色彩 請各位看一下 你先點一下黃色 再按制定 這邊就出現了 黃色什麼 紅配率就OK了 有沒有 紅色全部 綠色全部沒有藍色 OK喔 所以以後如果你不知道顏色的話 沒關係點這邊一下 其他色彩 然後呢 找到你要的顏色 切到制定這邊就有RGB了 OK 這樣也是一個查顏色的方法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給它什麼 255 255 255 這邊25 然後這邊的話就零 OK 就大功告成 那如果D的話是紅色的話 那一樣喔 就把這邊的 這個 這個要把它摳過來 紅色的話就是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這邊來 這個把它這邊 然後紅色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什麼 255 然後零 零 這樣就OK了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好有沒有 這個就 黃的 這個就紅的 OK 那如果要把它恢復的話 恢復的話這邊有個 這個清除但是前面是層積格式清除 那怎麼清除 特別注意喔 我把這個一樣拿來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然後層積格式 清除 OK 這個清除的話呢 那我們 那怎麼清除掉呢 當然呢 這個地方第一個 裡面的資料一定要拿掉 這樣就清除了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現在把它執行的話 它裡面的格式還在 都還是這個 所以怎麼辦呢 把它改回原來的顏色 原來是什麼顏色呢 黑的嘛對不對 那黑的特別注意喔 RGB黑的怎麼表示 0.00 對 全部都沒有就黑的 那白的怎麼表示 對 就這樣OK 應該可以理解啦 所以你就把它什麼 全部改成0 這邊都RGB呢 全部都改成0 這樣等於 把資料清空之後 然後把字的顏色呢 全部改成黑的 這應該邏輯很簡單吧 OK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最後的話我們就是 增加顏色 並且把格式把它恢復回來 這樣就OK了 所以最後的話呢 就是 RGB 那 我A的部分的話 就是用 這個是綠色 然後B的話呢 藍色 C的話是黃色 D的話是紅色 一直在推 那其他的話就把它恢復回來 這個 把 這個程式從 上面 複製貼上過來 裡面是要清空 改回 黑色 這樣子的話 就大功告成 OK 那今天大概呢 原則上我們就 講到這個 邏輯函數啦 就是主要是做 都是做邏輯判斷 的練習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